花年县政府编列了6000多万元宗教预算 4号议会审议时 旁听习聚集数十位的宗教人士 让议长张俊怒批 县府动员宗教团体来关切 敲锤巨审 还将民政处长林金虎赶出场 议会决定今天再审 张俊删减4项宗教预算 大砍2000多万元 二读通过 欢迎县议会进行23读审查会议 欢迎县议会议长张俊 今天删减了民政处4项预算 包括办理各宗教祭天祈福及绕经活动 以及宗教民属活动 3310万9千元 办理各寺庙祈福参拜活动470万元 办理五教合一祈福活动 相关经费638万元 补助各寺庙办理绕经法会700万元 合计2139万9千元 因为也经过议员 就是礼拜四那天也热烈讨论 就关于本案 民政处宗教活动经费预算编列 与其他县市相比 全国最高 且高的离谱 非常不合理 那二之三一二 办理各宗教花蓮祭天祈福绕境活动 及宗教民属活动 331万9千元 以及这个二之三一二 办理各寺庙祈福参拜活动 470万元 那还有再过来就是补助佛教 道教 这个天主教 基督教 原住民等 祭天祈福 活动相关经费638万 然后二之三一三补助各寺庙 办理绕郡法会700万元 这真的是高得非常离谱 那刚刚念的这几项 删除其余完成恶毒 秀福表示民政策民典宗教相关活动预算 合计3989万元 9千元 如果单独以大众关心的宗教活动 以及补助来看 约占总预算265亿元的0.0015百分比 占比例相当少 而一会三减预算之后 现在只剩下补助各寺庙 宗教团体办理民属活动 1850万元 记得请你 欢迎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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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